游戏界有很多我们熟悉的制作人 神一般的宫本帽引领了一个时代 生化危机之父三上真思处于半饮推的状态 三年拿下两个年度游戏的宫秦高还在大展拳脚的路上 但如果要问谁身上有着经久不衰的 跨越行业和领域的影响力 持续吸引着大家到他的身边去 那么我想这个人可能是小老秀夫 游戏界也有很多我们熟悉的优秀作品 法科奥斯卡的双人成型击败一众大作登顶TGA 二灯法环阻止了战神继续收获大满贯 横空出世的博德之门三代LCRPG的玩意复兴 但如果要问谁最能与现实产生呼应 能够代表近十年一个人类小时代的缩影 那么我想这个游戏一定是死亡搁浅 从2016年首次在索尼E3展台亮相 到2019年小岛亲自从好机油托罗的手中 接过最佳游戏导演的奖杯 再到2021年死亡搁浅以预言之名迎来 口碑和爱评影响立场的双重反转 在长达五年的时间中 一只摄影团队持续跟踪拍摄了游戏各个阶段的开发幕后 小岛本人以及他的朋友们的访谈片段 展示了这款游戏是如何连接各行各业的创作者们 如何连接全世界玩家们的全过程 如果你有看到Ahideo Kojima Game的字样 那是小岛秀夫表明自己从头到尾全程参与一款游戏开发的声明 2015年 由于柯乐美人士结构了大幅度调整 以及一些众所周知的原因 小岛秀夫对外确认离开柯乐美 而后成立自己的新公司 Kojima Productions AKA KJP小岛工作室 在面对镜头被问及以前的劳动家时 这位成就拿满确认奋斗在开发第一线中的中年男人 并没有表现出过分的抱怨 虽然在前公司也很自由 但因为那毕竟不是我个人的品牌 必须以保护公司的品牌和利润作为出发点 尽管有属于我自己的游戏 但在这种环境下很难创作出前卫的作品 但我们抛开办公室里的明争暗斗 抛开表面上管理层和游戏创作人员的不和 随着自己的年纪越来越大 对于前卫 独立的主题表达的追求 从大公司体制 商业游戏开发准则的现实之间的矛盾 注定了所有平行世界的小岛 最终都会做出出走自立的决定 我们经常能在游戏社区看到 小岛秀夫刚好在银行里有个粉丝 小岛秀夫刚好在房地产集团有个粉丝之类的评论 暂且不说这些所谓的粉丝帮忙到底是真是假 但就面对着一大票忠心耿耿从科乐美根过来的小弟小妹 素人的工资 东京顶级地端的办公室租金 启动工作室首个3A项目所需要的资源 哪怕被誉为游戏界收入最高的一批制作人之一 哪怕刷爆了信用卡和贷款 当时的小岛也不得不为五斗米折腰 一想到刚到手的钱还不够我一段过长烧而睡不着觉 这一点从15到18年小岛瘦不垃圾的身材和黑眼圈就可见一斑 事实上死亡搁浅的第一个概念PV还真就是他们在刚搬到新的工作室 手头几乎没有任何专业设备的情况下做出来的 在联系那些有可能一拍即合的投资者的过程中 迷语人小岛是这么跟他们说的 我想要你帮我推销一款游戏 但我并不能透露给你游戏的具体故事和玩法是什么 就像麦子书某次接受采访时说的那样 你将扮演一个失去BB的父亲试图从另一个失去BB的父亲那里抢回自己的BB 这就是小岛能给出的最大的剧透程度 而对于那些有异象合作的大公司来说 即便你是小岛秀夫 仅仅通过直言片语的概念描述就想拉到投资 也是没有办法说服这帮有钱老登的 但是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 索尼向小岛工作室伸出了援手 作为从《潜龙电影》系列开始合作近20年的老甲方 他们完全相信小岛秀夫作为一个游戏创作者的实力 甚至不需要了解这款游戏的具体内容 直接就同意了签约 资金的援助 地平线系列的引擎 位于洛杉矶的动作捕捉工作室 金钱与技术上的双重支持 让《死亡搁浅》成为游戏节极少见的 富有浓重独立精神和前卫主题的3A作品 当小岛把这种以配送和连接为核心的游戏概念描述给其他人的时候 不只是他的投资人 甚至连他手下的员工们都纷纷表达了否定 玩游戏是为了成为游戏世界的强者 而不是为了帮助别人而采取行动 这种前无古人的东西究竟能不能被市场所接受 没有人可以给出所谓的数据或者建议 但小岛的想法是 相比起能取得市场的肯定 我们是不是至少应该得先去试一试 创造《死亡搁浅》的初衷是为了在虚拟世界展现现实世界我们人类正所处的时代 试图给出一定的解释和出路 全球性的分裂 分歧 孤立的事件与情绪在21世纪头10年的末尾达到了顶峰 全世界每天24小时通过互联网联系在一起 却难以形成一个整体 首先 玩家会扮演山姆的角色 一开始他们会感到孤立无援 地势险峻 周围也看不到有什么人影 因为玩家不得不去自己派送包裹 连接世界 所以游戏一开始的孤独感是比较煎熬的 然而接着他们开始注意到 原来这个世界上还有其他人正在做的同样的事情 那些人就是其他的玩家 那些人就是其他的山姆 众所周知九头蛇也是蛇 九头Snake也是Snake 三上真思用自身经验来描述3A游戏开发成本的博弈 游戏成本的水涨船高一直是圈内热衷于讨论的议题 创造新IP或者新概念的作品在当下这个时代 无疑是大胆且困难的 而在炒冷饭风潮流行的今天 全新概念的全新作品几乎很难抽搐到大规模的资金 即便如小岛一样发动人脉召唤来超得力 但当一边平衡数亿美元的商业期望 一边还要忠于制作人自己的想法和概念 基本也和玩六颗子弹的俄罗斯轮盘没有区别 如果你是一个单纯的玩家 可能甚至不会去注意游戏里面究竟包含了多少的信息 他在他的作品中创造了一整个虚拟世界 在这个虚拟的世界中 他必须考虑到所有元素的合理性 玩过游戏的玩家都知道 死亡搁浅的连接主题是深入故事 深入玩法 深入到整个游戏世界的世界观 以及玩家体验中的任何细致末节的 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当然是小岛一个人全包了 在一个常规的大型游戏开发团队中 通常会有不同的成员负责故事情节或者游戏玩法 而在死亡搁浅的项目组 小岛一人充当了几乎所有部门的负责人 同时推进着包括玩法 程序 美术 故事情节在内的小组开发进度 没错 因为他就是既看电影也做游戏 既是编剧又是导演 冬点美术冬点音乐 刚好还看得懂程序员的代码的管理者 说实话 你几乎很难再在游戏界找到一个如此全材型的人物 而正是因为小岛是个全材型的人物 能够直接对接到游戏设计和开发的各个方面 而Hideo Kojima Game才能拥有强大的作者性表达 换个容易理解的说法 那就是小岛的私货 吸引大众固然是游戏作为商品所必须的盈利手段 但追求前卫和作者性的表达 永远是创作者不能丢掉的初心 前面提到小岛既看电影又玩音乐 看得懂美术生的作画也能理解程序员的代码 但小岛唯独唯独真的不怎么玩的 反而是他手中正在做的游戏 对我来说电影就像太阳 就像植物利用阳光进行光和作用 在摸鱼追星和电影三指的抉择中 小岛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电影 而对于打电动这件事情 小岛其实并不感冒 一年打通的游戏数都未必能超过我们普通人的平均值 甚至比平均值还要低 俗话说 没吃过猪肉 怎么也得见过猪跑吧 但显然 根据社交平台的发言和接受的一些采访来看 离开科勒美以后 小岛是真的连猪跑都没怎么见过了 这就像是一把双刃剑 当下主流的3A游戏几乎朝着玩法堆叠的统一步调前进 市面上看似不同时则雷同的游戏设计越来越多 然而因为制作人自己几乎不玩游戏 不抄别人试卷的同时也变得很难被别人抄试卷 这一方面使得导师游戏在充满各种奇思妙想的同时又几乎不存在同时代游戏的共性 就比如死亡搁浅 从开放世界的角度讲它是那个特例 从游戏玩法的角度讲 你就发现它还是那个特例 但另一方面 刚好也是因为小岛不怎么玩游戏而是更喜欢看电影和看书 那它的游戏呢 玩起来也不像游戏 反而像是在看一部电影或者是一本小说了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 至少打完死亡搁浅之后我自己是这么感觉的 实际上我们也经常能在评论区论坛或者贴吧看到有人说 小岛修夫这么喜欢拍电影啊 为什么不干脆直接去拍电影啊 在小岛修夫制作潜龙电影之前 大部分的游戏都注重正面的战斗 直到它的设计避免了战斗 之后隐蔽潜行类的游戏才逐渐变成一种分潮 不可否认的是尽管过去了三十多年 当下我们所接触的主流游戏仍旧是以战斗玩法为主权率 毕竟这是刻在电子游戏根里的东西嘛 然而现在小岛在一种车枪球游戏中推出一个配送游戏 本质上心态和三十年前做潜龙电影的时候也没有太大的差别 抛开小岛本人先不谈 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 其实各种3A大作才是最深受好莱坞毒害的一批游戏 而小岛虽然被尊称为游戏电影化的先驱者 但说到底玩的是另一套东西 尽管在过场中有经常使用好莱坞动作偏视镜头的习惯 但叙事的底子却是文艺片 正如他自己所说 是想如库布里克导演那般创作出新的事物 让故事名垂青史 对于一名拥有几十年经验的游戏开发者而言 有些东西终于是用电影无法表达的 而不论电影也好游戏也好 它们终于也只是故事的一层皮 更为重要的是这层皮所承载的东西 制作战争游戏让我感觉到很不自在 我不想把战斗描绘成什么英雄主义 为什么没人质疑战争是从哪里来的 或者到底是谁在跟谁打仗 我并不喜欢这样 对于玩过乾隆电影 甚至只是听过乾隆电影的人来说 反战和反核都是雷打不动的 烙印在小岛游戏中的意识形态 真正的战争并不是英雄主义 这种思辨深入的乾隆电影的故事 和躲避敌人的玩法 而对于发售时遇冷却在后疫情时代 流行的死亡搁浅来说 它试图告诉我们 孤独的人也能在游戏中找到共鸣 试图告诉我们游戏作为一种新兴的 故事和思想的载体 所必须存在的意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